这一定是你看过的灵场吧 看着永泰一脸惊讶的表情 六花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进了电车 而男主还呆愣在原地 错过电车的他一路飞奔到学校 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 男主特地报了一所偏远的高中 这也导致教室里一个认识他的人都没有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初中时他是个超级中二病患者 所以他在班里一直被孤立 这次有了新的机会 男主打算告别中二病重新开始 不过在此之前 还得好好做个告别意识 殊不知男主的讲话正好被六花听到 于是回到教室后 六花突然找到男主 趁男主愣神之际 六花的中二病又发作 捂着眼睛就说起了羞耻的台词 在同学们的助攻下 男主带着六花来到保健室 然而六花接过眼药水后 却滴在手心尝起了味道 听着女孩的发言 男主肯定了对方就是中二病患者 他本想不予理会 结果下一秒 听到六花喊出自己中二病的名字 男主彻底绷不住了 他赶忙询问六花是怎么知道的 六花却说自己的邪王真也能看透一切 见对方还在中二发言 男主开始对他用心 最后在男主的各种逼问下 六花只好老实交代 是在刚才的体育馆下面听到的 听此男主让六花 别将这件事对任何人说 然而六花还在犯中二病 牛头不对马嘴的回答 气得男主上蹿下跳 他只好解释自己是个普通的高一学生 可六花却说自己拥有邪王真也 そもそもそんなものは存在しない 存在する しないんだよ だったら見てみる? え? 私の目 見る? まさか いやありえないしそんなこと ああ 見せてみろよ はぁ うわぁ すみません 嘘 うそだろ あ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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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